后来往频繁,是因为 小妖,你不用解释,我相信你 得知黎蓉菲宴请防风翼影,我便猜到了你的目的 夫人,您衣服还没换呢 马上回青秋 最后,桑田还不忘嘱咐小妖 小姑娘一定要记住,想要得到什么 一定要相信那东西存在,你自己都拒绝相信 怎么可能真心付出,你若不肯剥洒种子,就不会心情培育 最后,也不要指望大丰收 桑田的话,让小妖解开了部分心结 令小妖醍醐灌顶,让她愿意和景敞开心扉 涂山景怀疑,自己当年虽然中了毒药 并没有和防风异应发生什么 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因为她的记忆是模糊的 除了那一次被设计之外 她不让防风异应近身 这么多年 两人过着有名无识的夫妻生活 她的大嫂,也就是涂山猴的妻子死之前去找过她 她刚好不在,之后就传出她自尽的消息 这总让她觉得是有蹊跷 而此事景的身体很差 只剩下一百多年的寿命了 小妖主动承诺帮她调理身体 她发现防风异应和涂山猴之间有问题之后 还想出办法查出了真相 涂山猴和防风异应的事情败露之后 涂山景知道 自己和防风异应之间并没有发生关系 而涂山天也不是她的儿子 解开了自己多年的心结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站在了小妖面前 请求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谢谢它们 来年轻人